立法會2月1日中午在澳門美高媒舉行傳媒出名 立法會主席高開然致詞表示 今年也是立法會任務艱據及繁重的一年 將穩步推進包括維護國家安全在內的各項法律立法工作 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挑戰 但是我們克服困難 迎難而上 勇於擔當 積極作為 並且已經初步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果 實現第七屆立法會的良好開局 可以預計今年也是立法會任務艱據及繁重的一員 第七屆立法會全體的議員 一定會與特區政府一起 在中央的全力支持下 堅定信心 齊心合力 同舟共濟 團結奮鬥 為特區的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 穩步推進包括維護國家安全在內的各項法律的立法工作 不斷建議和完善依法治好的制度體系 另外 高開然致詞士 亦總結第七屆立法會第一個會期的情況 其中 總共通過19項法律 一項決議 並召開41次全體會議 第一次提議 再說明說明我會不會有機會 我會不會有機會